玩得很開心 羅拼 怎麼 一身汗啊 對 超級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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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剛才 我自己知道我放得蠻囉嗦了 然後 但是我希望可以 用最舒服 最愉快的心情 就是唱歌給大家聽 是 對 什麼一些就說出感言來了 就壓力越大 你看我們自從 改變賽制之後 每個人壓力都變真的很大 好 我們先聽評審來講明好了 洪敬堯老師請 這一首 就像你穿的衣服一樣 真的非常的燦爛繽紛 那我認為 這一段表演很輕鬆 我有一種講不出的愉悅感 雖然我聽到你的歌聲 你剛剛自己也知道 你有一些錯誤在上面 就是詞 詞是有唱錯 這是比較麻煩 Rey P.O.O.O.M.O.M.T. 就是這樣 就像你自己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覺得在這個舞台上 不管結果如何 但是 你還是要很快樂地唱歌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初衷 加油 丁晓鸥老师请 赛事改变 其实我们的压力都好大 凭这压力也是 我想支持你们的观众朋友也是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我刚刚就在想 其实我们的歌手都这么努力 其实表现也都很好 只是比赛就是这样嘛 其实我有一直在观察你 因为你已经有一张黄牌 你唱错词 我想很多人可能做词放弃 罗平没有啊 罗平还是很开心的唱歌 哇 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其实很难的 我觉得我们艺人组呢 跟素人组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虽然我们现在艺人组的表演的部分 已经简单化了 但是呢 我对于艺人的期望还是就是 艺人不是只是要在唱歌的实力上面 有他的程度 我还是会对艺人组有种期望 就是他们是一种 他们是艺人 他们还是要表演 所以一首歌不是要唱得好而已 唱得有实力而已 我还是希望你们有一些表演 我觉得今天罗平给我的感觉也是 就是虽然犯了错误 但没有放弃自己 还是很努力给观众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演出 他的笑容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句 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有些人可能犯了错 还自己不觉得嘛 不觉得当然不会紧张 但是他有意识到自己唱错词 但是他一直 那个精神是挺住的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我这边就写两个字 谢谢老师 然后呢 我认为 仍然很有整体感 虽然有唱错一句词 老师向来在唱错词的部分 我会扣分 但我也会斟酌 你是唱错一句 还是唱错一整段 这有差的 还是唱错一个字 老师没有这么严格说 唱错一个字 唱错两个字 跟唱错一整段是一样的 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还要关系到 整体的表演 唱错词也有他的程度的轻重 OK 好 我觉得罗平今天呢 态度其实非常好 虽然有一张黄牌 压力很大 但是整首歌 你的唱歌的方式 是我觉得非常棒的 是因为你以前唱歌 咬字很重 常咬字的颗粒很重 但是今天你整个口腔 是放轻松的 配上这个歌很轻快 其实很适合 无论如何 今天是不是有人要走 我都要给你们鼓掌 你们真的很棒 我相信观众也这样认为 刚刚罗平要讲话 我这样 你让他说 其实我那时候唱出歌词的时候 我就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 对不起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 完整的把它唱好 然后呈现给大家 这是我犯的错误 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他 对 但是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表演 我一定都会尽全力的表演给大家 带给大家快乐 好 其实我们常常人生在有很多的比赛 在犯错当中就求进步 在犯错当中就去教训 我罗平今天不管输赢 他就赢得大家的喝彩了 因为 以一个印度王子 唱了这么多的台语歌 对 能感动 真的很感动 对 谢谢罗平 谢谢各位 每一首都要用配起来 每个选手都很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了 好 罗平 真的 加油 谢谢瓜哥的鼓励 谢谢 来看看罗平这首歌 虽然犯了错 但是 会不会淘汰呢 评审 请给分 一起来到非常鼓励认真的罗平 今天的表现分数来到89 90 91 小数点是多少 都写得到91.8分 落下来的 谢谢 谢谢 吓坏了 也谢谢所有 喜欢或支持我的朋友们 我在想 我在想 那个感言 因为其实我 如果万一离开 我真的很想跟我的妻子说 对不起 因为 她没一起看我表演 然后她也会叮咛我一些 台语的错误 对 因为她知道的台语其实 不是很好 然后也会鼓励我 多选一天好听的台语歌 让他们向亲们喜欢你 那对 我也是照着阿嬷 外婆说的话 去实现她的愿望 然后唱台语歌给大家听 开心 最愿望是杜心田 要不要不哭一下 莫名其妙你在哭什么 结果怎么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还 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 真的开心吗 红牌耶 因为我 我很希望下次录影 还可以看到大家 你看 搞得这么严格 你看看 现在她红牌 说实在她们也去不掉 所以现在她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把她打倒就好 可是她离开我们也有损失 对不对 三个互相咬也会 又一咬到一个 所以这个赛子没得躲 就增加刺激感 对 各位慢慢品尝 我们的细心改革 绝对会获得大家的肯定 心田 你不是唱得不好 好 来 一张黄牌 现在有两张黄牌 下礼拜你就 先谢谢三位的表现 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